小學中文 五年班下學期 題目 修詞 暗語而 共同特點 明確 咦 陳龍馬又來短訊了 今次她說是甚麼呢 究竟黃元石說我是五角班的一片雲 是甚麼意思啊 上次我說你寫的這一句 黃元石是五角班的活字典 那又是甚麼意思啊 就是說它好像好像字典那樣 我要找甚麼字它都可以幫我找到咯 你說這一句可以這樣寫的 黃元石成了我的答案機 為甚麼要這樣改啊 你說你有甚麼都不認識 就會問它嘛 它每次都是提供答案的 是啊 沒錯啊 所以呢 我就說 它是你的答案機 不過 跟你說的活字典 都是一個語體來的 啊 我記得你老師說過呀 語體就是用作來比喻的事物 對了 那本體就是黃元石 那明語和暗語都是有本體和語體的 是不是呀 對呀 只不過暗語就收起了一些像呀 好像呀 彷彿呀等等的這些比喻詞 我知道啦 我知道用詞啊 而已還是呀 那等的詞倖 来到代替 没错了 那 好好 你又知道这样了 但是 你有没有 不记得 我上次说什么呢 没有啊 不过 我觉得 我写到一个暗语 好像比你好 是吗 讲讲你的道理 我就说 黄元石 是五格班的活字典 因为你老师 讲过字典 是有 阿老师的这个说法 老师 带有一些 尊重的意思 但是 你他说 他是答案机器 没有一些尊重 哎呀 不得了啦 陈龙马 竟然谦恭 把黄元石 比喻做 活字典 嗯 来到表示 对黄元石的尊重 你做得很好啊 应该的嘛 他都帮过我 吴小王呢 好了 讲开比喻 有一些名誉 往往会将 本体和预体的 相同特点 都会写出来的哦 是什么 相同特点啊 例如 那位同学像 登柱 那阳高 那 你说一说这一句呀 这一句 是名语句来的 它的本体呢 就是 同学 预体系 嗯 登柱 有什么 出同特点呢 那就是 高 你可以改为 做 暗语句吗 应该这么写的 那位同学 是登柱 对了 不过 因为 收起了 共同特点 选做预体的事物呢 必须是有 很明确的特点的 如果不是 就会令到 读者 误会的了 那你要记住 这些相同特点了哦 为什么会有误会呀 你怎样理解这一句呀 李老师是我校的晚苦 就是会令人觉得 李老师是活力充沛的咯 不过 他都有人 有会令到人家理解为 李老师很凶恶的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解呀 假如这一句是这样写的 李老师像晚苦 那样活力充沛 啊 那就不会 不会李老师 是很凶恶的老师了 对了 所以写暗语的时候呢 就要小心地选用个语体 不要令到人家误会呀 嗯 好了 下次再讲一下先 你都没说完黄原石那句 陈龙马士五甲班的一片云 是什么意思哦 哎呀 我今天好累啦 我已经去睡啦 天天再来教你啦 你天天再来短信问我啦 好吗 不要啊 那算啦 拜拜 好了拜拜 好了小朋友 我们听完呢 刚才那些呢 介绍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来做练习了哦 嗯 下面的暗语呢 就会令到人家误会呢 那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 练习一 夜空的月亮 成了闪亮的银盘子 这句 是不是真的会令人误会呢 还有没有令到人会误会呢 小朋友 你们看一下会怎样答我啊 嗯 想好答案了嘛 我们看一下啦 没错啦 答案就是 不会的 不过这个只可以比喻圆月 不可以比喻半月或者弯月的时候去用的 因为通常我们讲的银盘子都是一个圆形的嘛 所以如果用银盘子表现月亮的时候 只可以表现到圆月啦 我们又再看看练习二了哦 练习二 青少年是星 初升的太阳 嗯 同学仔 你们觉得是不是呢 是不是初升的太阳呢 它算不算暗语啊 好了 我们来看看答案啦 嗯 答案就是 不会的哦 因为青少年 语人一个呢 印象就是充满朝气的 初升的太阳呢 也都是的哦 那所以这个呢 就不会令到别人误会啦 是不是 好了 我们又再来看看第三条了哦 我们就变成小船 咦 我们又看看 究竟这个答案 会不会令到别人误会呢 嗯 原来这个暗语 是怎样呢 是的 我们看看答案 是会的哦 因为小船可以随水漂流 也都可以呢 由蛙船的人 决定去向 那究竟作者 是讲的哪个意思呢 是讲的 我们 是一个随水漂流那样东西啊 正一说是蛙船的人呢 所以这个暗语呢 就不是那么好了 会令到别人误会啦 嗯 好了 今次的练习就到这里啦 下次同学再一起继续练习啦 拜拜 拜拜